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集来欣赏腾浪近太郎大联盟头个球季 标数100M以上特辑 在对腾浪本季的诉求做分析之前 我几乎可以预期明年腾浪如果能继续待在大联盟 成绩还是会进步的 因为这一年腾浪根本就是去美国进修的 这是腾浪适逢诉求主月的数据 首先看到在运动家时期腾浪就已经得到协助 6月的均数就比季初增加了2M来到99.4M 7月中去精英之后8月均数更是逼近100M 再来就是转速也是逐步攀升 现在跟技术比更是上升了269转 会让球的视觉冲穿伟劲看起来更强 打者就更不容易掌握 接着可以看到垂直跟水平触手点 垂直方面一度有稍微放低触手点但又调回来 改从调整手腕的摆动下手 就会反应在水平触手上 7月以后转得离身体更近一些 推测调整的原因包括为了要让球的转轴更正 所以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腾浪似逢速球下坠幅度的显著改变 同样的速度球的下坠幅度越少 视觉上串伪劲就越强 打者就越不容易抓准进雷点 可以看到6月就已经比季初大幅减少1.4到2.1吋 不过这大概率是因为速球快了2M 更快到本类就下坠更少的原因 但7月速度都是99M以后 又会少下坠了0.7吋 就可以呼应前面提到调整手腕的摆动 让转轴更正让球的阵炫更多 物理抵抗下坠还有视觉上升伪劲就更强 至于横串幅度一直能维持在10吋以上高于联盟平均 所以整理一下 腾浪这季适逢速球的均速转速伪劲都有进步 反应在被打局率在7-8月都有不错的表现 此外如上述转速提升增加视觉冲创伪劲减少下坠 让速球的球位更好 也反应在挥控率的提升 7-8月的挥控率来到32% 比技术整整上升约10个百分点 相信两个球团都有给予腾浪修正的建议并收获成效 只能说大联盟确实有两把刷子 但腾浪大幅改良了适逢速球的品质 控球问题却还是硬伤 速球坏球例如表格 除了6月之外 持续维持在4成5到5成 到精英也没有改善 就是他要更进一步的关键了